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的发行科学真题 要带您看到的是 每年特别是到了冬天 时不时都会听到 因为瓦斯热水器 或者是炭火等等的使用问题 导致的易烊化碳中毒 甚至是死亡的事件 而我们今天除了带您深入了解其中 可能会快速造成脑损伤 甚至是致命的关键原理 还要看到长庚的毒物团队 他们研发的AI医疗预测系统 能够在病患到院之后 透过临床数据的输入 就能够及时地预测患者 他的脑损伤情况 希望能够帮助更精准 而且在第一时间治疗进行 寒冬里在密闭空间 使用热水器或是使用炭火取暖 虽然能够有效暖暖身子 但稍有不慎 都有可能引出无色无味的 隐形杀手易氧化碳 发生易氧化碳中毒 医师说每到冬天 几乎周周都有 易氧化碳中毒病患送进医院 易氧化碳中毒 有时候民众就这样倒在地上 倒在家里 倒在意识 就倒在地上也救不回来 所以主要是因为心脏 它可能会在心肌梗塞 心力不整 那脑部化也会在脑中风 所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 来看看易氧化碳中毒怎么发生 人类红血球里的血红素 正常情况下会帮忙攜带氧气 运送到各个器官维持运作 但因为易氧化碳和血红素的结合能力 比氧气高上大约240倍 因此当环境中充满着易氧化碳 吸入体内后就会抢先取代氧气和血红素结合 导致各处组织缺氧 其中又以对大脑和心脏的冲击最为快速直接 没有立即送医就可能夺命 大脑神经容易受到影响 因为大脑部它对缺氧最敏感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如果一氧化 这是一个病人是一氧化碳中毒的例子 你可以看到它那基底核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正常颜色不应该是这颜色 因为它颜色就比较深 代表说这那个不管是右边左边 它那基底核的组织已经受到伤害 所以已经有细胞坏死了 缺氧受损最大大概就是我们脑部 尤其是苍白球的地方 那另外心肌我们的心脏也是 血液供应非常这个丰富的地方 所以心肌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如果真的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第一时间要尽快打开门户通风 降低一氧化碳浓度 同时也要立刻送医救治 进行高压氧治疗 但一旦延误或甚至直接在空间内昏迷 到了脑部缺氧脑细胞坏死的状况 伤及脑神经 就算救回一命 伤害恐怕仍是不可逆的 一般脑损伤要看得出来 可能要在一氧化碳中毒之后几天 而且要藉由这个核磁共振 或是电脑断层 尤其是核磁共振 可能比较能够明显地看得出来 为了希望能在最快的时间内 以最低成本预测患者的脑部损伤程度 林口长庚读物团队开发出一套AI医疗 预测软体 如果我们可以早期用这个AI的诊断的话 看它是不是会造成这个脑病变的话 我们就可以早期治疗 或是可能可以跟病患家属或是病患本人 了解一下他这个中毒之后的预后会怎么样 系统以两百六十一位患者的资料 进行演算分析 机器学习 只要输入患者的年纪 性别 昏迷指数 血液检查结果 和易氧化碳血红素等41项临床资料 就能显示出是否会造成脑部损伤结果 我们其实用了很多种演算方法 包括逻辑式回归 另外KNN 那最后一个这个叫做分析数的演算方法 大概可以到0.7 9 0.8 就是80%的准确率 这除了是台湾首个能预测易氧化碳中毒患者 预后的医疗AI研究 目前更已经登上国际期刊 人类与实验独理学 团队期待能继续提高准确度 在未来有一天实际应用在临床医学上 帮助阳化碳中毒患者 受到精准的诊断和治疗 并改善预后情况